11月14日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 在俄羅斯舉行例行活動 世界各國領導人齊聚印度尼西亞參加20國集團峰會 克里姆林宮發布的圖片顯示 普京通過視頻鏈接 會見了偏遠的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州長 討論那裡的經濟狀況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代表俄羅斯出席 在巴黎島舉行的G20峰會 此前已證實普京不會出席 週五 當被問及俄羅斯總統為何不出席峰會時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這與普京的日程安排 以及他留在俄羅斯的需要有關 經證實 普京也不會向G20峰會發送視頻信息 作詞文章會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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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此 李宗瑟